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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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用冰雪元素装扮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 中国的大熊猫和芬兰的驯鹿在银庄素果的背景下相应成趣 所期冬奥会时 习主席曾出席开幕式 成为首位出席境外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开幕式的中国元首 如今普京总统也宣布将受邀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冰雪运动也成为中国网剧朋友 连通世界的桥梁纽带 正如习近平主席亲自录制视频助力北京申办冬奥时所言 2022年冬奥会在中国举办将有利于推动中华文明和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建 带动中国13亿多人关心 热爱 参与冰雪运动 如今这样的愿景正在变成现实 家门口的滑雪场 身边的志愿者 孩子们的滑冰客 勾勒出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生动途径 更立体的中国形象在世界得到呈现 透过北京冬奥会人们更加期待 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在交流互建中 一起向未来